我是丹 上海丹咖啡的祖禮人 每年過年,大家都會吃很多年糕 一般都是蒸著吃,炒著吃 今天我來教大家一種新鮮又洋氣的吃法 老少皆宜 年糕選這種有一定厚度的 切成小方塊 如果太硬不好切,可以放在微波爐裡盯一下 我們還會用到做豆漿,剩下的豆渣 豆渣富含植物纖維,低卡路里,低糖 加進來可以增加口感和香氣 起鍋先調醬汁 生抽、糖和水以3比2比1的比例混合 煮至糖融化 盛出備用 另取一口不沾鍋 把瀝乾的豆渣放到鍋裡炒乾 調小火 炒掉豆腥味和水分 然後放入年糕 均勻裹上豆渣 倒入調好的醬汁拌勻 即可出鍋 接著取一支烤盤 用番茄片墊底增加味道層次 下入一半量的豆渣年糕 鋪一層馬蘇里拉芝士 再倒入剩餘的豆渣年糕 最上層鋪滿馬蘇里拉芝士碎 和切薄片的黃油 送入預熱至200度的烤箱 烤6至8分鐘 待表面呈金黃色 豆渣年糕就做好了 年糕軟糯 豆渣細膩 芝士拉絲 端上桌絕對會被一搶而空